感人的情侣 在他们的生活中 总会有一个人的智商下限 他们喜欢讲一些土味情话 与女朋友开一些玩笑 但最终却为自己招来了麻烦 老婆 我今天又输业了 你怎么了 你应该说你输的什么业 你输的什么业 想你的业 老婆 我今天也打疫苗了 你不打过疫苗了 你应该说你打了什么苗 你打了什么苗 想你的美一苗 你活了吗 你不要打了干活 这么一群叫 我才运人都不会这样 你挺着要放屁肾 你挺着要放屁肾 我不吃那西瓜 你不要买肺的味道 神气 他们每次好心办坏事 互相整骨对方 是他们的快乐圆圈 丑一样你 你怎么看这种东西 你不看门就学会了吗 没事 你看看吧 我不看 两年后 这都两点了还睡不睡觉啊 能不能别看啊 不让我吃猪肉 还不让我看猪跑啊 我回来 婚后的生活中 他们互相理解 老公总会想出一些办法 化解即将来临的危机 但有些时候 这些办法会失去效果 在相处中他们总会遭受无辜伤害 直到后来他们学会了不达自招 直到后来他们学会了不达自招